曾孝文衝上云霄被催婚 死不認嫁 翻白眼 Semi嫁給我安排吧 欸 Semi的反應有個高聲莫測 到底她跟徐志安結婚了沒 欸 先賣個關子 港劇衝上云霄將搬上大螢幕 曾孝文跟主要演員們 昨天起聚北京宣傳 因為該片排在大年初一上映 導演提前發紅包應景 永遠幸福早日修成正佛 其實是要比Semi表態 Semi 解釋一下 可以看看她的時間 時間不到 導演 如果說票稿 咱們通過一個點 我們Semi 有可能就會答應這件事情 對不對 Semi 那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Semi Semi曾經試圖下跟我說 沖上云霄 紅火 票房 過 五十萬她就出 你看你初一就準備好了吧 喬Semi尷尬成這樣 畢竟她跟安仔的婚事 傳了好幾年 去年十二月安仔還默認已婚 搞得這麼神秘兮兮 難怪現場媒體會用盡 各種方法討話 看這個電影的價值的話 肯定會出 就票房會出上營銷嘛 所以你的宗生大事 明年過了年之後 肯定是百丈之名了吧 絕對你以外的族親是比較好 因為我沒有講過 對 你自己給一個數字出來 破多小的就結合了 沒有干液 沒有干液 之前那個 我們採訓康的時候 他說其實 你們好像已經是夫妻了 說說已經有這兒了嗎 破破 已經註冊登記了嗎 再問下去 身裡白眼都要鮮到天花板了啦 最貴貨手你來想辦法啦 問張靜靈更容易 我已經登記了蠻久的 大概都有十三年的時間 那你們打算是二胎嗎 盡力而為吧 蘋果與Longline 報导 報导